这个妈妈太狠了 把自己刚满一个月的女儿 丢在了铁轨上 还好有一个好心的老太太 把这个小婴儿给捡到了 但老太太已经九十多岁了 没有站稳 摔了一跤 小婴儿还是命大 只是哭了几声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 小婴儿已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姑娘 一直生活在收容所里 他们跟小婴儿取的名字叫小芳 小芳比较调皮捣蛋 和小伙伴们偷偷地抽烟 被院长发现了 但小芳还要反抗 把烟头插在院长的手上 院长就罚小芳擦了一天的地板 小芳不想再待在收容所吗 想要去到外面的世界 闯出一片天地 终于在一次大货车来送物资的时候 小芳藏在了货车的车厢里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收容所 货车到了城里 小芳下了车 想要换一身衣服 但看到橱窗里衣服的价格就只能放弃 因为小芳身上没有钱 小芳像个流浪者一样的形象 引起了一个红一男的注意 红一男跟小芳打了招呼 让小芳过去做作 小芳也没有多想 红一男给小芳吃汉堡 这让小芳在这陌生的地方 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红一男是另有目的 红一男把小芳带到了自己的家里 问小芳有没有接触过男生 小芳说自己一直在收容所 没有接触过 红一男知道了小芳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姑娘 心中马上就有了一个商业蓝图 第二天 红一男就联系了一个有意向的生意伙伴 人靠衣装马靠鞍 要去见重要的客户 那必须要精心地打扮 所以红一男花了重金 跟小芳购置了一身战袍 穿上新衣服的小芳 果然是靓丽了不少 回到家后 红一男要训练小芳一些技能 那就是跳舞 因为客户一般都喜欢先看一看跳舞 但小芳不怎么配合 因为小芳知道接下来不是什么好事 但红一男火了 见小芳这要死不活的样子 你这样子像的僵尸一样 是没有任何人会感兴趣的 小芳只能勉强地跳了起来 这妖娃的舞姿 让红一男非常的满意 然后红一男对小芳进行了检查 发现小芳就像是一块洁白的无瑕美女 第二天 红一男就把小芳带了出去 一个男人把小芳接走了 这是红一男联系好的重要客户 汽车开到了一栋建筑 客户推着小芳就进去了 然后就进了电梯 客户打量了一下小芳 觉得小芳的业务能力 应该和这腿一样长 这气质很符合客户的心意 终于到了谈业务的办公室 客户知道小芳的业务能力很生疏 所以就很贴心地跟小芳道了一杯酒 喝了酒后可以缓解紧张的情绪 然后客户和小芳 跳了一曲友谊地久天长的交易舞 接下来在谈业务的过程中 小芳和客户发生了强烈的争执 但最终还是客户占了上风 让小芳盖上了红色的公章 这是小芳的第一份合同 真的是来之不易 回去后 红一男对小芳的业务能力很满意 说客户很开心 红一男把小芳带到了河边 一起畅谈人生和理想 小芳问我的提成呢 红一男说住的地方不要钱啊 我跟你买衣服不要钱啊 不要再跟我提钱的事 这时又有一个客户过来了 但红一男让这个客户晚上再来 因为红一男跟小芳有事 其实是小芳谈了第一个客户之后 红一男想成为小芳的第二个客户 小芳和红一男在谈合同的时候 发生了强烈的争执 最后还是红一男占了上风 而且这个合同金额为零 全是义务劳动 小芳的心里很难过 但却无可奈何 晚上 红一男跟小芳化了妆 然后整理了发型 晚上还要去见客户加班 他们去到了餐厅 小芳连晚饭都没有吃 就要干活 红一男真是一个狠心的老板了 餐厅的老板把小芳带到了一个小仓库 这里作为临时的办公室 老板要和小芳 先在这仓库里谈一谈合作的事 而红一男就在外面去等着 餐厅老板和小芳谈得很顺利 一会儿后就出去了 红一男进来后 看到小芳面无表情 像个木头一样 就跟小芳说谈业务的时候 要活泼一点 像死鱼一样 业务能力不可能有提升 红一男给了小芳一块布 说等一会儿客户很多 你要用不把鼻涕之类的擦干净 讲卫生是一个业务员最基本的素质 红一男说 我在门外守着的 如果哪个客户感太过分 你就咳嗽几声 我会保护你的 接下来 业务非常的繁忙 这个绅士进来了 然后又出去了 又一个绅士进去了 大家要排队取号 就像是医院一样 这可是正规的业务谈判 不能大家一起 必须排好队 绅士又出来了 另一个绅士又进去了 一会儿后又出去了 再有一个绅士又进去了 就这样来来去去的 已经有十多个礼貌的绅士参加了谈判 小芳很忙 全程都是一言不发 红一男想不到业务是这么的好 小芳真是一个宝藏女孩啊 商业场上的精英 天气有点冷 大家都鼻涕直流 而小芳只有一块布 只能用那同一块布擦鼻涕 没有好的条件 大家都只能将就了 小芳是一会儿坐起来 一会儿躺下去 都没有休息的时间 终于天亮了 到了早上 总算干完了所有的工作 那块布已经完全不能用了 只能扔进了垃圾桶 红一男赚的是盆满钵满 红一男现在已经换了身西装 现在是西装男了 而小芳还是那一套业务工作服 西装男是真的抠 赚这么多也舍不得跟小芳再多买一件衣服 不过西装男还是很有良心的 请小芳吃了一盒冰淇淋 小芳问西装男前的事 说我工作这么累 你也要给一些钱给我 但西装男跟小芳画了一个大饼 说挣够了钱 就和小芳结婚 小芳无论信不信 西装男都不会给小芳一分钱的 但西装男还是出事了 因为西装男其实欠了很多的钱 现在债主找上来了 背着西装男就是一阵狂打 债主看到了小芳 说你可以把小芳给我 这样就抵债了 我们两亲 西装男觉得小芳现在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机器 他的价值远远不止我欠你的那点钱 最后债主倒给了西装男2000块钱 达成了交易 西装男就离开了 而这个债主成了小芳新的老板 新老板叫大壮 小芳不想跟大壮走 但大壮可是个狠人 小芳不得不从 大壮的业务范围更广 而且工作条件会更好 谈的客户更高端一些 有车接送 车开到了一栋建筑 办公环境好了很多 客户们一个接一个的来参加谈判 真的是铁打的小芳 不同的客户啊 就这样高强度的 谈判了几天 小芳已经崩溃了 因为那些客户都太过于强势了 小芳已经无法承受客户们无情的冲击 在回家的路上 小芳找到了老板 跟老板说我做不下去了 我需要休息 老板说你现在的事业如日中天 生意是络绎不绝 你是不能休息的 但小芳说我生病了 得了传染病 但老板说 你的客户之中也有医生 找那个医生去看一看就可以了 可以一边治病 一边工作 小芳真的是受不了了 跑出去吐了 但小芳只能继续工作 没有休息 这一天 小芳遇到了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说他是警察局的 要把小芳抓起来 小芳很害怕 客户说你也可以用别的办法 如果你不收钱 那么我也不抓你 就这样 小芳又只能用零元的价格 和这个客户签下了合同 又是义务劳动了 小芳还是想要逃跑了 找到了一个开货车的 小芳说可以嫁给货车司机 做他的老婆 货车司机很开心 正要带着小芳开车离开 但这时西装男和大壮 拦住了车 货车司机不敢惹事 也只能看着小芳被这两个男人带走 两个男人把小芳带了回去 为了让小芳能吸取教训 以后不敢再跑 所以就用了一个酷刑 那就是用湿毛巾抽小芳 湿毛巾打人 可以让身上不留什么伤痕 就这样 小芳被这两个男人狂打了一顿 然后男人们就出去喝酒去了 房东太太见到了小芳 不想让小芳死在自己的屋子里 所以就把小芳带了出去 然后跟一个流浪者组织打了电话 很快流浪组织的人就找到了小芳 把小芳带到了组织里 这个组织里全是流浪者 大家都很开心 可以一起去干活 小芳被安排到幼儿园照顾小朋友 而西庄南河大壮见小芳跑了 就找到了房东 用武力逼问小芳的下落 终于是知道了小芳在流浪者组织 西庄南河大壮找到了流浪者组织 然后进去大闹天宫 要把小芳带走 他们看到了还有其他的女孩 还想要多带走几个 组织的人和西庄南河大壮这边的人 打成一团 场面是非常的混乱 后面警察来了 把所有人都抓了起来 但流浪者组织的领导 背后有强大的靠山 所以就和警察进行了谈判 最终放走了流浪者组织的人 就这样 小芳终于是逃脱了恶魔的控制 有了自由的人生